大家好,这里是破灭排球 2013年斯诺克国竞赛第一轮,丁俊辉大战曹宇鹏 比赛第二局曹宇鹏56比16领先 看似情势危急,丁俊辉用一杆翻带起手 完成一次超级大逆转 让我们一起看看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谢谢 这个球翻带,同时白球也是带着一个防守 是一个厚斯诺的防守 如果打不进的话呢,给曹宇鹏留的是一个厚斯诺 你看这个位置,如果曹宇鹏向下出竿的话 会形成厚斯诺,很难受 听来说刚才丁俊辉的这个联工带手的想法还是非常好 非常聪明的一个打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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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非常好聪明的打法 非常好聪明的打法 有一点点向下的角度 12 这个红球直接去叫了 应该说这个红球难度还是很大 还是挺难薄的 需要很好的准度 好聪明的打法 25 这个黄球叫好 13 好聪明的打法 看来这个 刚才的绿球的角度还是叫的 如果能够叫直一点就最好了 白结尤 白结尤可以直接缩回来 好聪明的打法 好聪明的打法 就因为我今天是有点准备的 好聪明的打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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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粉球现在有点贴酷 还是有一点点悬念 最后的这个局面 丁俊辉后面这半局 反超打得确实很精彩 因为首先他们准备很小 都是 谢谢大家